好朋友们 一直以来我们泳池的几大传说 好朋友们 一个是洋泳 放半杯水 在脑袋上流洋泳 杯子不会倒是吧 一个是什么奥鼠米蛙泳 两三个动作就可以游到池边 还有一个传说 是什么呢 关于自由泳池 他是这么说的 效率好啊效率高的人啊 达到了一定境界的人啊 可以游到什么程度呢 手入水在这个地方 滑水推水完了之后 手还是在这个地方出水面 我给大家找个参照物意识一下 好手入水在这个地方是吧 然后 爆水推水转体 出水面还是在这个地方 他是个啥意思啊 手在水里面没动 身体在往前走 滑水效率好的人 就能做到这种程度 是吧 手在水面不动 怎么样 这传说是不是听起来 把人吓得一嫩一嫩的 我们小时候就这么听得 教练说这种传说长大的 是吧 然后一直觉得这是至高无上的境界 啊 手明明只不在往后面用力 但是却没动 啊 多么的神奇 啊 那实际上怎么样啊 我可以很负责的跟同学们说 这个东西啊 只要你游泳入了门 做前交叉 它是不难的 前交叉是吧 那之前我们讲过 一个手入水 一个手在开始滑 一个手入水 一个手在开始滑 两个手在前面 游泳入门了 能做前交叉 那实际上做出这种效果来呢 是没什么难度的 呃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早几年就试过了 我发现怎么样啊 我不单只是手的入水的位置 跟出水的位置 可以做到一致 就一个地方 入水出水 我甚至可以做到怎么样啊 我入水在这个地方 我出水呢 在这个地方 入水的这 出水的这 是不是很神奇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做个释放 我真的没骗人 好吧 OK 那同学们看见 我的手是从这里入水的 但是呢 出水是从 这个地方出水的 这个时候 就有些同学开始挠脑袋挠是吧 哦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手还可以往前面移动呢 啊 真是想不通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出现在很多人一开始听见这个传说的时候 都被他深深的震惊了 而没有去细想 忽略的一些东西 那忽略的是什么 漂浮的阶段 明白什么意思不 我们的手 入水之后 往前伸 他要在前面停着 等这个手往后滑 再往前伸 再开始滑手 在这个手滑手的过程中 这个手一直是在前面 停顿的 漂浮的 这就叫漂浮的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中呢 忍又在往前游 因为这个手在滑嘛 对不对 就忽略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实际上呢 这个原理就很简单 这个手入水 手滑 甚至 再回来 这个手开始滑 到水的时候 就已经往前面 走了那么多了 已经不是原先 这个入水的位置了 知道吧 然后再滑一下手呢 对不对 不得再往前走一点 是吧 所以入水的位置 很容易 就跟入水的位置一致 甚至是再往前靠 就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其实它不这么神奇 只不过 可能对于初学者 还没学会前脚差 还没有达到自由泳滑手的门槛 转体还没转好 打腿和转体的配合 还没有做好 抱手和推水的工作 还没有做好的同学来说 有一点难度 那实际上 只要你稍微入门了之后 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就是这么回事 那这个时候 有些同学就要举手问了 老师老师 怎么了 你是不是耍鸡贼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 啊 这个漂浮的时间太长了 一年年 你能不能自然一点 是吧 你不要因为拍这个视频 为了这个效果 就这个样子啊 那我就两个手 连贯一点给大家看 好不好 我刚刚前交叉的确是非常前的交叉 ok在这里我再给同学们试一下中交叉 好吧 一个手入损 另外一个手已经滑到一半了 中交叉 ok 是吧 中交叉也是可以的 ok 关于泳池的传说 我已经讲了三个了 是吧 以后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传说啊 同学们也可以来为你问 好 最后 在这里我要给同学们说一句话吧 想要成为一个朋友 靠谱的人 不要听见什么 就往外说 你要对 很多东西 大部分 甚至是所有的东西 都抱有那么一丝丝怀疑的态度 那你实在忍不住想要往外面说的话 至少要有一些 求证的精神 是吧 去做一下实验 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反正你听说的是游泳的传说 然后你也要去游泳 为什么不求证一下呢 很简单的事情嘛 对不对 靠谱啊 什么东西都靠谱